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的恐怖电影《黑夜造访》 故事一开始,男主和父亲深情告别 以为父亲感染了这种病毒,实在非常痛苦 为了保护家里的其他人,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男主准备把父亲带到外面,结束他的生命 男主的儿子很爱自己的爷爷,他不想爷爷离开 但是自己却无能为力,爷爷只留给了他一条白狗 夜里男主的儿子梦见了自己的爷爷,但是爷爷面目猙獰,十分可怕 看见爷爷可怕的脸,男主儿子惊醒了 后来发现有人准备闯进他们的家 男主和儿子出去制止,成功将闯入者制服,并把他们打晕了 男主怕还有其他闯入者,于是戴着面具拿着枪 在房子周围看了一圈,没有发现其他人 男主就把唯一的闯入者绑在树上 后来男主儿子又做了一个噩梦,梦见男主也感染了病毒 第二天男主发现那个闯入者竟然没死,就前去查看 闯入者是个洛塞胡 洛塞胡说自己住的地方离男主家不远,是出来找物资的 自己家里没有物资,快要饿死了 他也只剩下妻子孩子了 原以为这一代都没有人,没想到还有男主一家 所以才闯入男主家 洛塞胡还说自己家里有一些鸡羊,想和男主换点水喝 男主正愁家里物资匮乏的问题,心想这是一个不错的交易 但他怀疑洛塞胡的话不一定是真的 就回到房子里和妻子儿子商量 男主觉得就算不知真假,也可以去看一看 于是男主就和洛塞胡一同前去 看看洛塞胡说的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男主准备和他们一起住 可是在去洛塞胡家的路上,他们遭遇了袭击 男主差点受伤,幸好他及时躲到了车底下 并且制服了一位老人 洛塞胡也制服了另一个男人 但男主直接开枪,把他们都杀了 洛塞胡觉得毕竟是一条生命,这样太残忍了 完全可以留他们一条性命 还能知道更多活着的人,获得更多的物资和人力 但男主开始怀疑洛塞胡的巨大反应了 他留了个心眼,以免被洛塞胡涉及陷害 他俩把尸体埋了 男主和洛塞胡再次回到家 不仅带来了一些物资,还带来了洛塞胡的妻子和孩子 男主的儿子十分高兴 他对洛塞胡的妻子有点想法 男主儿子晚上还会偷听洛塞胡夫妇的悄悄话 两家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好 男人都出去砍柴打猎,女人养鸡做饭 男主儿子经常做一些自己和洛塞胡妻子的梦 并且梦越来越恐怖 自从爷爷死后,他好像没有做过好梦 他向洛塞胡妻子倾诉自己睡不好觉 男主觉得儿子和洛塞胡一家走得太近 还提醒他不要相信除家人外的任何人 显然男主是没有相信洛塞胡的 爷爷留下的狗一直对着森林的某处叫个不停 好像有什么东西 狗挣脱束缚,向森林深处跑去 几个人连忙去追,但狗还是没找到 男主的儿子很伤心,似乎对末日世界感到绝望 男主不知道怎么安慰儿子,就去和洛塞胡喝酒了 洛塞胡说起了自己死去的兄弟的事 原来死去的兄弟是洛塞胡的姐夫 夜里男主的儿子起床 发现洛塞胡的孩子睡在了另一个房间里 他把孩子抱起来送到了洛塞胡房间 但经过爷爷的房间时 爷爷房间的门竟然自己打开了 里面还有奇怪的声响 男主儿子被吓到了 但后来发现,爷爷留下的狗竟然回来了 但受了很重的伤,似乎还感染上了病毒 男主他们只好把狗给烧了 他们现在想知道是谁打开了爷爷房间的门 男主儿子说 他起来发现洛塞胡的孩子在里面 孩子却说他不记得 男主有点害怕 就决定两家分开 男主还害怕儿子碰了孩子会不会感染 毕竟没有人知道孩子有没有摸狗 男主儿子很害怕 不停地洗澡 晚上男主儿子又做噩梦了 他梦见自己去找狗被感染上了病毒 于是写得很早 他听见洛塞胡在和妻子吵架 似乎孩子生病了 他们一家人要逃走 男主知道后觉得洛塞胡的孩子肯定是感染病毒了 他觉得不能让洛塞胡一家走 他们逃走了 可能自己家也会被发现 于是男主和儿子拿着枪来到洛塞胡房间 洛塞胡知道男主想要干什么 所以提前拿枪抵着男主 对于男主说 他只想拿点东西离开这里 男主故意与他达成了协议 但是趁其不备还是将他一家带出了房子外 洛塞胡抵抗了很久 但男主一家把他们都杀了 毕竟生活在一起好多天 还是有点感情的 男主一家有点后悔 没过多久 男主的儿子就感染上了病毒 男主和妻子也感染上了病毒 两家人最后全都丧生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本集完